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既然没地方理发 胡子也不挂了 我现在感觉是 我只要眼睛往下看 就能看见自己的胡子 眼睛往上看 能看到自己的眉毛 我就感觉摘出了一点尼安德特人的感觉 这段日子我们大家还有一个收获 就是充分学习了很多知识 对吧 我记得SaaS的时候 那时候自媒体没有现在发达 我们都没有学到那么多知识 比如关于口罩的知识 什么N95 N90 什么聚乙烯 聚丙烯 无纺布 几层 产业链是怎么回事 还有一个知识 就是关于冠状病毒的知识 今天我要关注的重点 不是冠状病毒本身 我是觉得我们煎熬了这么久 我们要向前看 不要一直焦虑下去 要把心打开 要接纳很多病毒和我们人类 长期共存 共同生活的历史和未来 甚至没有病毒就不会有人类 为什么这么说呢 那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这个书 名字很好 叫病毒星球 一听 就是说明这个病毒不是我们这个星球的入侵者 它本来就是这个星球的一部分 是和我们在一起成长的 那么这本书的作者叫卡尔奇默 他是一位学者型的记者 知识很丰富 经常给媒体撰写专栏 这本书呢 它不是一个单纯的科技作品 它描述了我们的生活世界和病毒的关系 它讲了病毒发现的历史 病毒和我们共存的历史 病毒为什么会袭击我们 我们怎么和病毒打交道 最后呢 还上升到这个 对生命的理解 上升到哲学的高度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先讲病毒这个词 再讲病毒本身 汉语的病毒这两个字 它很有意思 因为别的词汇 比如说动物 植物 细菌 你一听就知道是什么 那么病毒它到底是什么 是毒吗 那么和皮霜有什么区别 它到底有没有生命 那么我们知道 病毒是西方人先发现的 所以它原始的词汇是一个外文单词 作者告诉我们 这个词来自于古罗马的语言 它表示两种液体 一种是蛇的毒液 还有一种是男性的某种不可描述的液体 这种液体它有时候能够创造生命 所以病毒它就兼具了破坏和创造两个意思 要理解病毒的创造性 首先就要理解它的本质 那病毒是怎么发现的 它的发现要晚于对细菌的发现 因为人们首先发现细菌能够感染伤口 不管是动物的伤口还是植物的伤口 但是后来人们发现有一些感染 不是细菌造成的 是某种比细菌更小的东西 那这本书告诉我们最早发现的病毒 叫做烟草花叶病毒 它首先是因为那些种植 烟草的农民发现 烟草被某种东西感染了 就去请专家来研究生物学家 比如这个阿道夫麦耶 还有拜耶林克 他们把植物的感染液提炼出来 然后对它进行过滤 由于那种氯脂特别的细米 它能够把细菌过滤出去 但是剩下的那种比较清澈的液体 仍然能够感染别的植物 这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 他们不知道 后来是有一位叫做 温德尔斯坦利的化学家 他利用化学的方法 对这个液体进行了结晶 居然发现里面能吸收一种晶体 而这种晶体再泡到水里 又能够去感染别的植物 这时候科学家已经开始接近病毒的真相 大家知道晶体是杀不死的 对吧 因为你吃的盐糖都是晶体 你没有听说过可以杀死一粒盐 对吧 那么病毒的结构非常的简单 一般来说它比细菌要小 小很多 它首先是有一层蛋白质组成的外壳 或者说一层膜 那这层膜的质量就占了病毒整个质量的95% 然后里面包的那一段东西只有5%的质量 其实就是核酸 就是组成我们的遗传基因的东西 那我们的基因都是DNA 就是双链基因 那病毒呢 很多都是单链基因 而且病毒的基因非常简单 比如最常见的 我们的老朋友 感冒病毒 叫做鼻病毒 因为经常住在我们的鼻子里 这种病毒呢 只有10个基因 那一般的流感病毒有13个基因 那就是这些基因呢 它能够组合出各种的表达方式来 所以某种意义上 你就可以把病毒理解成为一团有代码的分子 而这个分子呢 是很难杀死的 它不怕冷 它不怕饿 你没有听说过一粒盐会被饿死对吧 但是它一般会怕热 因为蛋白质都怕热 容易分解 那么病毒也挑战了 我们对生命的一般的定义 因为我们一般会觉得 什么是生命 生命必须要自己能够生长 能够复制 也就是能够繁殖 可是病毒呢 自己放在那里 它是不会繁殖的 因为人家就是一段代码 有一家互联网公司经常说自己是把半条命给了用户 对吧 那病毒才是真正的半条命 它必须和别人的半条命结合起来 它才能够进行复制 那我们很多编程狗都知道 你编了一段代码 这段代码是不会自动运行的 你必须要把它编译起来 放到一个运行环境里去 才能够运行 某种意义上 我们的大自然 就是一台巨大的 关于基因代码的计算机 它不停地在计算 编程 生产出各种各样的代码 那不同的代码就组成了不同的生命个体 有的能适应这个环境生存下去 有的就被淘汰了 那所谓的自然选择 适者生存 就是对这些代码的淘汰和适者生存 病毒这段代码 它究竟是怎样运行和复制的呢 一般来讲 因为病毒到处都在 它随时跟着空气 水 飞沫 进入宿主的细胞内 那么因为它有代码 它要和细胞对口令 就好比现在 这个因为防控疫情 进小区都要对口令 是吧 那这个细胞就说 有朋自远方而来 然后这个病毒就回答 必诛止 那个细胞就说你进来吧 它就进去了 那它就把自己的代码 嫁接到这个细胞的代码上 然后利用这个细胞的工厂 进行复制繁殖 它自己没有这个功能 全靠别人的细胞 给它带来这个功能 这个病毒呢 它就是借机生代 复制的越来越多 太多了就会击破这个细胞 从而伤害了细胞 不过很多时候 病毒对我们的细胞的伤害 是有限的 主要是因为我们的免疫系统 大家可能都听说过 在这次的新冠肺炎期间 有一些病人的身上 启动了叫做免疫风暴 这个免疫系统呢 被这个病毒给激活了 它不分青红皂白 这个好细胞 坏细胞一起攻击 这也难怪 因为免疫系统 也没有脑子 对吧 这个就有点像 我们现在 有些地方 个别的基层干部 为了防控疫情呢 有些蛮干 不让进小区 把你堵在高速公路上 甚至还有打人事件出现 对吧 那么病毒的创造性 怎么来的 一般来讲 病毒进入了宿主细胞之内 不断地进行复制 但是呢 因为很多病毒啊 它都是单链的基因 RNA 那这种基因呢 它很容易出错 它不像我们的双链系统 控制错误的能力比较强 但是即便是双链系统 它也会出错 比如说 和别的病毒的代码 混合到一起了 甚至有时候 和宿主的代码 混合到一起了 那作者举了语言的例子 就好比说 有两个成语 一个叫龙飞凤舞 一个叫鸡飞狗跳 你可能呢 搞糊涂了 有时候就念成 比如说 比如说叫 龙飞狗舞 对吧 那一个新词 或者说一个新的病毒 就诞生了 只有一点生物学常识的人都知道 进化是靠什么完成 进化就是靠错误完成的 只有出错 才可能产生变化 那么正因为病毒无所不在 又在不停的和别的生物交换代码 它就像是一个巨大的 关于代码的贸易网络 那在这个过程中呢 它往往也成全了别人 我们看了一个巨大的海洋 海水那么咸 里面有病毒吗 里面全是病毒 如果把海洋里的病毒给提炼出来 它的总的质量 大概相当于 7500万头蓝金的重量 那这么多的病毒每天在干什么 在那里打妖怪 不是打细菌 它专门去攻击比它大的生物 所以这个细菌倒了没了 那么病毒呢 每天能够杀死将近一半的海洋里的细菌 那这个过程其实特别重要 如果不是病毒 那么细菌 凭它们的这个繁殖速度 很快就会把海洋给填满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呢 它产生了大量的氧气 大家知道地球上有多少的氧气 是病毒造成的吗 这个 到树里去查 我们人体内就有一些优秀的代码 来自于病毒 那这里要介绍一个 最有功劳的病毒 它做了一件什么事情 那有一些病毒 包括HIV病毒 它都会分泌一种叫做荷包素的物质 它能够促进这个肌肉细胞的强壮 促进细胞的平滑 让它们比较稳定的结合在一起 方便这个营养穿透 那这种细胞最适合组成什么 组成了我们每一个人最早的家 胎盘 那有科学家做实验 如果把哺乳动物 基因里面的这一段病毒代码去掉 那么哺乳动物的胎儿呢 就会死在腹中 没有一个能生出来 那我说啊 我们身上到处都有病毒的代码 但这样说并不是就是说 我们人就没有主体了 全是病毒组成的 也不是 我们现在的代码里面 我们人有两万多个基因 那里面大概有8%来自于病毒 所以这个伟大的主体思想 并没有受到挑战 那我们人体内的很多病毒代码 它一般不会发作 在有些情况下呢 有些病毒会发作 比如有一种比较有意思的病毒 叫做乳头瘤病毒 这种病毒呢 它一般存在于我们的身体表面 就是类似于指甲这样的东西 所以这种病毒呢 有时候会导致 我们的身体表面长出来一些 优 比如扁平优 硬硬的 对吧 很难受 那有的人呢 由于基因缺陷 他对这种病毒啊 缺乏克制能力 这种人很少 但是有 他会浑身长满了 这种优 那最后他会长成什么样子 那看上去有一点惊悚 我给大家一个提示 有一点类似于 指环王二 双塔骑兵里的 一种特别的战士 这种战士呢 他拥有古老的语言 力大无比 行动缓慢 不怕水 但是怕火 那么当然 这是人的一种不幸 那更多的不幸呢 可能出在女性身上 如果这种病毒 进入人体内 他就会诱发 女性的宫颈癌 病毒的攻击性 也可以被人类利用 因为啊 他去侵犯 一切比较大的生物 其中就包括细菌 现在一般 这个压制细菌 是通过抗生素 但是抗生素呢 容易造成这个 细菌的抗药性 那就有科学家在研究 叫做 弑菌体的病毒 他会去专门进攻一种细菌 那其实苏联 在二战时候 就已经发明和制造了 叫弑菌体药片 把它分发给士兵 B站上 经常有弹幕说 德意志科技属第一 那有时候呢 应该说 苏联科技属第一 不过因为啊 很多病毒 它的变异速度太快 所以你开发出来一个疫苗呢 很快就会失效 2009年在美国爆发的 甲硫病毒 它又被叫做 猪瘤感 那这种病毒很有意思 科学家发现啊 这种病毒综合了 其他四种病毒的代码 有1918年 西班牙大流感的流感病毒 有猪流感病毒 有禽流感病毒 就是因为啊 病毒在不同的生物身上 跑来跑去 把这些病毒代码 终于组合到了一起 在100年以后 向人类发起了一次袭击 所以我看到啊 网上有大家在 处于一些恐惧会猜测 说有些病毒啊 这么奇怪 它是不是人类发明出来的 那也许 确实有人 在研制新的病毒 但是我想说的是 病毒自己的创造能力 改变能力 就是非常强大 有时候都超过了人类 那么说到甲硫 那顺带说一句 2009年 它在美国爆发的时候 美国人的防疫情况 那美国政府呢 它虽然也采取了 一定的防疫措施 但是它并没有发动举国之力 它也没有封城 甚至可以说 它就是拖 硬拖 过了六个月 才进入这个国家紧急状态 于是呢 让这个病毒起飞 超神 飞飞飞飞飞 就传遍了全世界 那最后呢 导致了25万人死亡 但是奇怪 好像很少有人去批评 美国政府防控不力 所以要说防控疫情负负责任 所以要说防控疫情负责任 还是中国人最负责任 可是有时候事情就是这么奇怪 你越负责任 别人对你的责怪反而越多 那除了甲硫病毒 在90年代还有一种病毒 叫做西尼罗河病毒 也是在美国传播开来的 那时间关系 我就不在这里详细说了 书里有 想彻底消灭病毒不容易 那这个很多人都知道 人类到目前为止 彻底消灭的病毒 就是天花和牛温两种病毒 那么我说天花病毒被彻底消灭了 这个彻底要打上引号两字 因为还有一些样品 被保存在实验室里 全世界只有两个实验室里有 一个在美国 一个在俄罗斯 那么关于这个剩下的病毒样品呢 书里还有一个略有悬念的故事 就是因为世界卫生组织分成了两派 一派认为呢 应该把这个病毒彻底消灭 把样品也消灭了 那另外一派呢 觉得不应该消灭 还应该继续研究 那所以到底最后是消灭呢 还是不消灭呢 这个悬念就留在书里了 这本书的最后 给大家介绍了一种 非常有趣的病毒 叫做巨型病毒 那有趣在哪里 因为它已经有一点接近细菌 或者一般的动植物细胞了 我们前面说啊 一般的病毒只有十几个基因 可是这种巨型病毒 它有上千个基因 然后呢 它在入侵了这个宿主的细胞之后 它不必完全依靠细胞工厂 来复制自己 它可以利用细胞的一些结构 和它自己的分子结构 立刻构造出一种 叫做病毒工厂的东西 能够自己生产自己 这就非常接近于正常的细胞了 那么科学家说 我们的双链DNA基因 很可能也是从病毒进化来的 只不过被我们继承了 所以通过这个巨型病毒 作者又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命哲学课 我们和病毒不是对立的 我们可能就是从它发展而来的 病毒就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 所以某种意义上 我觉得本山大叔 有一句话也不是忽悠 对吧 他说这个除非双脚离开地面了 病毒自动关闭了 就是说除非你离开我们的地球 你才能离开病毒 可是我们不可能离开地球 我们就是地球生命的一部分 我们和病毒将会长期的生活在一起 融入一共 所以我们的心态要好一点 不要太焦虑 因为焦虑和恐慌会引起更多的伤害 看了这本书 我觉得作为家长 也可以学习到一些东西 比如书里说到 鼻病毒也就是引起感冒的病毒 如果一个小孩小时候多感染几次 这种病毒 可以提高他的免疫体的耐受力 这样的小孩长大不容易出现过敏现象 那第二个启发 我们家长为什么要告诉孩子 不要在地上打滚 因为病毒经常漂浮在空中 形成飞沫 可是当空气潮湿的时候 这些飞沫会变得越来越沉重 它就会降落在地上 所以地面上有很多的病毒 它就像晶体一样 我们看不见 但是它就在那里 好 说完了这本书 最后话题回到 最近一个多月 一直在烦扰我们的 这个新冠病毒小朋友身上来 我相信 在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 最后一定会控制住疫情 不过呢 相对于这种物质的病毒 在香港还出现了一种 更严重的精神病毒 它不去进攻病人 它去进攻医生 它的症状呢 不是感冒 不是发烧 好好的 但是人会歇斯底里 一起高喊着 我要权利 我要自由 我要罢工 然后医生们呢 就集体地抛弃了病人 不管这个病人是要动手术 还是一个孕妇将要待产 这种病毒 它就是通过医生来伤害病人 而且这种病毒的传播很厉害 它通过这个媒体 通过教科书去传播 也比较难以防治 在台湾和内地 也出现了一些声音 说医生呢 是为个体服务的 不是用来应对 大型公共卫生事件的 所以他们有权利罢工 不应该被绑架 哎呀 我了个去啊 他们居然把饭跑跑 上升到了理论的高度 那么好在 我们内地的绝大部分民众 都对这种病毒 具有免疫能力 即使出现了一些 玩乎之手的官僚 出现了一些玩乎之手的专家 但是大部分人 还是义无反顾的 担起了自己的责任 不会说 因为你不负责任 我就不负责任 我想起了 那些95后的护士 一定要从外地 返回武汉前线 要和自己的同伴们 在一起战斗 很多医生和护士在早期 随便戴上什么口罩 就冲上前线 还有那些美丽的护士 为了方便清洗 把自己的头发全部剃光 然后把议论留给别人 自己毅然走上战斗的前线 我只能在这里 向他们表达敬意 那么我相信 经历过这一次 新冠病毒疫情事件 我们从身体到精神 到整个体制 都会具有更强大的免疫能力 感谢观看